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国List 那今天要跟你们讲话题呢 就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几个电影 当然你们都知道我是极简主义者 这里面一定会说到极简主义的电影 我们先从他们开始吧 第一个是一个 documentary 纪录片 就是本身叫The Minimalist 这个只要是你在做极简主义的话 我都建议你看 就是写Minimalist 极简主义这书的两个男主角的本身 他们做的一个tocumentary 那他大概就说现在的人是怎么样 就是黑社星期五啊 整个美国的culture 就是让人买买买 就是人们觉得整个美国梦 都是跟买有关系 教你花钱了 然后钱挣的越来越多 花的越来越多就买了 那你们知道说 这个Minimalist的男主角吗 就是这个写书的这个男的 他是在30多岁 30岁还是30多岁之前 他已经收入已经是6位数字了 因为你们知道在美国 就是很年轻的话 你就挣6位数字 说明你是一个蛮成功的人 10万年薪以上 所以他就觉得他拥有了很多东西 然后老婆也有了 怎么样 但是后来在他chasing the corp 就是在美国有一句俗语 就是说在你追这个公司的楼梯 就是说在一个大公司里面 在追求你的地位越来越高的同时 他忽略了身边很多东西 他会买一些很好的东西 让他地位显得很高 怎么样 但是他忽略了东西 压力越来越大 然后时间越来越少 就这样一个格上面 然后突然他的妻子又跟他离婚了 然后我现在说的是说写minimalist 就是一件主义这本书的 这个作者的经历 妻子又跟他离婚了 然后他的母亲又在同一年 还是很快的时间之内 还是the next year 就过世了 然后慢慢慢慢的 他突然间就觉得说 他这样的生活是不行的 于是他就感悟到了 然后就开始写这本书 就一直推销这个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拍成了一个纪录片 叫做minimalist 所以如果你们有感兴趣的话 只要是你做极简的话 你感兴趣 我都建议你们看这个电影 我到时候会把这个电影的名字 subtitle放在我的这个上面 放在我的 不是这里就是这里 或者这里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后期自作 那第二个呢 这个是我本人非常非常推荐 我前段时间做一个video 就是关门就讲说 我可以推荐大家看这个书 这个看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本身 它不是跟极简主义有关系的 它只是在讲一个故事 但是我觉得所有做极简 或者购物款的人 一定一定要看 甚至任何普通的人都要看 它是一个非常有娱乐性的电影 但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 这个电影的名字呢 就是The Jonas 是2009年的时候拍的 那它里面的女主角是Demi Moore 它这个电影 我就是不能把整个情节都告诉你们 如果都告诉你们 就是你们看起来就没意思了 但就在一个很小的一个 一个很高胆的一个区 突然帮来了一家人 爸爸 很帅的爸爸 很美的妈妈 然后很帅的两个孩子 男的哥哥超帅 女的姐姐超美丽 就是这样四口人帮到这个家里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城市发生 就是发生的一些小杀戏 那这四个人 他是带着使命来的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一家人 那他们的使命 是让周围的人买买买 这之间也让我们反省到了很多东西 就是说你们知道明星吗 为什么有那么多明星的夫妇 就是看起来那么恩爱 然后一直在说他们的爱情故事 有多伟大 或者说男的追了女的多少多少年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 有多么珍惜对方 然后就我觉得他就是 不是说每一对明星夫妻 就是偶尔一下我们会 然后我们还在做这个闷的时候 就是哇这么美丽的爱情 我希望我也有的时候 突然间传出来 男生外遇或者女生外遇 或者他们离婚了 完全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这个知觉 那就是说 其实他们只是把自己包穿成这样 在卖一个梦想 卖一个产品给我们 当然我不能说所有明星都这样 我相信有很多明星 他们真的是很恩爱的 那就是说这个电影 它就仿射到很多 我们看起来外表观鲜亮丽的人 然后我们很想去模仿他 其实他们只是在做一个销售的工作 这跟相当很多的 我不是说所有 有很多你们在跟着一些博主 可能他们每天吃喝玩乐 然后每天过得很开心 但是他不会把他自己痛苦的一面 给你们看 或不好的一面 然后你就很羡慕他 然后去买他们各式各样的产品 然后他穿着衣服 你们就特别追星这样子 可是呢 就是最后 这个小镇的人 跟着他们 追着他们买的各式各样产品 最后这些小镇的人 怎么样的结果 反正就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娱乐性高 会让你一口气想要看老玩 然后我就现在在卖这个电影 似的 但是我跟他们真的没有任何联系 而且它是2009年的电影了 已经快10年了吧 娱乐性高 而且非常非常的 让我们看了以后 反正就让我印象很深 我自从看了这个电影以来 我就没有忘记过这个电影 然后我最近做minimalist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电影 告诉大家 所以我也会放在这里 让你们知道这个电影的名字 然后怎么样 就是非常 我记起来了 他中文名字叫抢钱家族 抢钱家族 所以这个是如果你是做minimalist 你一定一定要去看的电影 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想 我觉得他们看 你看一部电影可能会值得我说 我现在说200句啊 或者在荧幕前告诉你 不要买买买 这样都来的好 你一看就一目了然 他们在做什么 一下就知道你自己就是人的快乐 不是用物质来对起来的 好 那我说是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几部电影 所以头两部当然是要说极简主义 因为我现在在做极简嘛 然后这个channel很多也是说极简啊 然后还有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所以我先把这两个极简的电影告诉你们 所以这两个之间我最推荐的还是 the johns这个family 如果你们这四个只能看一个的话 那你就看the johns吧 那第三个呢 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纪录片 纪录片它这个是叫the food inc 就是食物公司 这个电影是跟极简主义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跟我们吃的东西和健康很有关系 它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山人在后面怎么运作这个整个食物 连我们整个食物是怎么被这些三家给控制的 然后我们吃进去的东西 哪一些真的健康哪一些是变精英 然后就是对我们身体的 为什么我现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跟一些山家的这个很大很大的 就是让我们醒悟的一个东西吧 看了以后这些你会很想去吃一些更健康的产品 然后更明白说自己不要吃那么多垃圾食物 所以我这个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也非常推荐 就我觉得是改变了我对整个食物的看法 然后让我看到食物在每吃的东西后面的更深的一个连接 那我们说下一个电影 下一个电影呢 不是电影也是一个documentary 叫the beautiful truth 美丽的真实 它是从Gerson Gerson therapy 就是葛森 这个一个 他等于是一个医学的世家来传下来的吧 就是他一个家族他拍出来一个片子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整个医学 为什么说癌症这么多年都找不出一个病因 然后要怎么样吃才能健康 然后人们真正得癌的原因和各式各样 我觉得他这个电影虽然是西方人拍的 但是他感让我感觉他是在讲一个中医的概念 就是我记得我自己20多岁的时候 对 就我是很迷信西医的 就是因为说 在美国的这个culture吧 我们的医疗保险 如果你去看病的话 中医是很少有包在里面 所以你一定去看病感冒 一些小病都是去看西医 西医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可以给我开的都是antibiotic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有时候会跟西医聊中医 我记得我有一次问一个西医 我就说 我听说就是说好像说感冒的时候 我可以吃一些百兰根 或者快来的时候就可以自豪 他跟我说 你会相信这些吗 你很奇怪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生生症 我觉得他说好有道理 我还是要相信科学 当然我不得不承认科学 我们还是要去相信的 就是但是同时呢 为什么说很多病只有一条路呢 为什么说你们没有想到是 为什么我生命的时候只能看西医呢 那中医呢 难道行不通吗 为什么保险公司只包西医 不是包中医 那针灸啊这些 就我们很生存下来 还有吃的健康 就是为什么我们人总是去 就有这么多的行业是医生 而不是说再告诉我们 没有很多人告诉我们 你们要怎么吃去预防这些病 要怎么健康去预防这些病 就吃的时候 我们直接出去经常就吃一些麦当劳啊 然后吃的这些五块钱的烤鸡啊 好大头的 但是里面可能打了很多基数啊 就整个食物连 整个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呢 吃的青菜越来越少啊 然后反正就是告诉我们一些 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人就是平时用我们这种方式生活 然后突然间一生病就去找西医 然后西医是不是一个 那他们说为什么医生这么挣钱 然后为什么药产这么挣钱 为什么说我们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的老公哈 他是在药产做sales的 哇塞他就是每一年 他老公的药产公司都会去至少四五个vacation 而且都是就是药产全部出的 然后全家可以带去的 还有带孩子带老婆 然后甚至可以再多带一两个家里的亲人 就是说他们就这么有钱 那为什么说一颗小小药丸 如果说一瓶小小药 保险公司没有包的话 为什么一瓶小小药会卖到几十块 九十多块 三十多块 甚至几百块 甚至有一些试把的药 又干几千块钱的药都有呢 那为什么这么多病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呢 然后为什么他只有一条路 就比如说癌症 他只能用这个radiation 只能用什么来治呢 为什么没有别的没有别的alternative 就是告诉你 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就是没有去找西医 就是说用西医治疗的方法 结果很快也过世了 那如果不去找 有时候又奇迹般若非复若 就是所有的都在 很多都在这个documentary 他会告诉我们 至少我不能说说这个是 就是这样一个事实 但是这是我所理解 我看了以后 所理解的事情 如果你有时间 你可以看去search这个tocumentary 在youtube上面 好像是免费的 还是要交三块钱 我忘记了 叫thebeautiful truth 或者你可以找相关 格森 就是格森therapy 就是格森therapy的这些 都在youtube上面 有很多这样的文章 好吧 那今天就是这四个对我 就是也不能说是完全说 影响我医生或怎么样 就是让我打开了 我整个眼界 让我在这个 跟着所有的媒体 然后跟着这个社会走的同时 看了这几个东西 就让我看到这个表面后面 更深层更深层的东西 就等于是打开了 我的第三个眼睛 打开了我无知的那种 平时就没有 完全就是被主流社会给带的那样子 就打开了我另外一个门的这几个tocumentary 希望你们去看看 好吧 那今天video就说到这儿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我尽量的话 在那个片尾加一个小福利 就是不是吃的呀 就是今天看到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喜欢你可以留下来看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 拜拜 片尾小福利 今天我炒 扶手瓜和鸡蛋 因为我早上呢 已经吃了一个鸡蛋 所以我现在就说炒一个鸡蛋 这是我的午餐 就是用扶手瓜 先下油 然后再把鸡蛋打进去 很快就好啦 给你们看看 给你们看看我的午餐 咸喷喷喷的 这就是扶手瓜炒饭和鸡蛋 后来我加了一点饭 然后焖 加了水焖了差不多 好多少 八分钟左右 就出炉啦 好了 我去吃午餐了 一会儿再跟你们见 拜拜